明星拍戏根本也就是升台行表 所以其实观众对拍戏的要求之一 就是最好都用原音不用配音 但是现在拍戏能坚持不用配音的人反而很少 大多数人都在用配音 观众一致骂 但是一直没有改善 在这样的情况下 陈伟霆的发言就更让人一言难尽了 这是之前陈伟霆参加采访时的事情 当时他参演了南方有乔木 然后提问他说的最多的一句台词是什么 而陈伟霆的回答是不记得了 其实这个问题是比较常见的 没啥大问题 而陈伟霆回答不记得 难免就会让人在意 观众可以不记得台词 你身为演员 怎么会记不住自己演的角色 说过的台词呢 而陈伟霆的解释是 因为自己拍戏都是有配音的 大家不记得台词 但是配音是记得的 还不如去问配音 这才是真的让人觉得无语啊 难道不记得台词是什么 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吗 难道觉得台词还需要找配音 去确认很有意思吗 甚至直接暴露了 陈伟霆拍戏用配音 所以自己都不老是记台词的事情啊 只能说对于这一点 真的只想说 还是希望明星能对于台词 更重视一点吧 因为有配音连台词都不注重 那么拍戏的意义还有吗